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诗谈 最近在加州又发生一起 私下换汇被抢事件 华人刘女士本想在中秋节 向国内的家人汇款 于是就通过微信私下换汇 不料在换汇过程中 却被对方抢走近25000美元的现金 据世界日报报道 此案发生在加州洛杉矶郡 据刘女士介绍 9月23号 她在一个微信换汇群 找到一名理性男子协商换汇 这名男子表示 她也正好急需美元 可以和他换汇 起初她说她住在尔湾 让刘女士到尔湾去找她 不过刘女士嫌尔湾太远 回绝了对方 随后男子又说 她急需美元 可以让刘女士到蒙特利公园的朋友 金哥那里去换汇 只要金哥收到钱 她就将人民币打到她的账户 经协商后 刘女士答应了理性男子的提议 当天晚上 刘女士带着三岁的孩子 来到两人约定的地点 约八点半左右 她见到了理性男子声称的朋友 金哥 目测年龄约40岁左右 金哥见到刘女士后 先是邀请她到附近的住所 清点换汇金额 但遭到刘女士的拒绝 于是两人就在刘女士的车里 清点了现金 原本双方约定换汇25,000美元 但刘女士只贷了24,600美元 她说还差400美元 可以去附近的银行取 但金哥表示 不用 有多少就换多少 双方点完现金后 金哥就把24,000美元握在了手里 这个时候 刘女士感觉不对劲 就要回了她手里的钱 说要在国内的银行收到人民币之后 才能把钱给她 这个时候 金哥表现出不难烦的情绪 就让刘女士赶紧联系李星男子 抓紧赚钱 而就在刘女士给对方打电话的这个时候 金哥趁其不备 突然一把就抢走了刘女士手里的现金 随后跳下汽车 瞬间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在慌乱中 刘女士赶紧下车追赶 并且还呼叫 让街上的行人帮忙 但路人无人出手协助 在追赶途中 刘女士还摔了一跤 因为车里还坐着一个三岁的孩子 最终她放弃追赶 返回车内 迅速报警 随后警察赶到现场 询问情况后 得知附近是居民区 没有监控 而当她再次联系李星男子时 对方已经不再回复她的消息 同时还退出了微信群 后来刘女士怀疑 在那个换汇的微信群里 有几个人可能跟嫌犯认识 事发后 刘女士在群里发言 说群里有人是骗子 随后有人接话 她说 你不该报警 警察只为有钱人效力 报警也没用 另外 她还说出了 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细节 据刘女士说 她从来都没有在微信群里 谈到过案件细节 而对方是怎么知道 这些内容的 据她猜测 群里有人可能和理性男子 和金哥他们是一伙的 不过这个猜测 未经警方证实 另外 刘女士还提到 说 前辈抢走后 路人的冷漠 也让她很伤心 她说 金哥逃跑时 路上其实有很多行人 大多数都是华人 还有一个遛狗的外族移民众 而当她大喊抓贼时 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 当她向一名40岁的华人女子求助时 那名女子却说 I don't know English 但据刘女士说 她在求助时 她讲的是中文 她说 就在她返回车内报警时 在一旁目睹了全城的一名华人男子 还过来跟她说风凉话 说大晚上的 你一个女的出来 被抢了吧 据刘女士表示 她之所以讲出这段经历 就是想告诉大家 私人换汇 虽然方便 但很危险 所以换汇还是得通过银行的正规渠道 好 这个关于换汇被抢的事情 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多次报道过 在纽约 在加州都曾发生过多次 而且被抢的基本上 也都是从微信群里联系的换汇对象 看来这位刘女士 平时可能不怎么看新闻 而且这位刘女士 还犯了一个最大的忌讳 私下换汇 即便你想换汇 也不能在晚上八点半去换汇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再啰嗦一遍 提醒大家 私下换汇风险很大 尤其是不熟的人 请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日前在加州成郡 一名54岁的华人男子 疑似因争抢车位 而向对方开枪 据报 此案发生在10月1号晚上约6点 案发地点是当地 普安娜公园的一家面包店停车场 据当地警方表示 这家面包店生意很好 停车位经常很难找 案发时 两辆汽车试图争抢同一个车位 此时其中一辆汽车的车主 突然拔枪朝另一辆汽车 连开两枪 随后警方接到报案 赶到现场 而嫌犯 陈姓男子开枪后 并未逃跑 而是坐在车里 面对警察的逮捕 他没有反抗 据一位目击者 对媒体讲述 他说 当时正好有一辆汽车 离开车位后 嫌犯 陈姓男子 驾驾驶的面包车 试图驶入这个车位 与此同时 另一辆汽车也正驶入这个车位 而就在此时 陈姓男子持枪下车开始射击 随后 这名被设司机迅速逃离 据这位目击者称 这个停车场的车位经常很难找 但发生这么严重的恶性事件 这还是第一次 据报 这名嫌犯 陈姓男子 当场被警方逮捕 并被控企图谋杀罪 不过 本爱索性 无人受伤 近来 美国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 导致很多老师辞职或转岗 今年31岁的伯金斯 就是其中一位 他已拥有八年教龄 在初中和高中教授历史和语言艺术 但随着热情和精力逐渐耗尽 于是 在去年 他辞去了教职 转而去了Costco的一家仓库工作 他说 一年后 不仅年薪增加了50% 自己的心情也变得更加愉快了 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据报 当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被问到换职业的动机 他说 当老师每周工作60个小时 还得有大量的无薪加班 再加上行政压力 测验要求 以及疫情高峰时所需的教学耐力 等问题 使他感到精疲力尽 而且还失去了人生目标 于是 他便开始寻找一条 可以有喘息空间的职业道路 起初 他想 只要能够找一份 还过得去的工作就可以 辞职后 他在乔治亚州雅典市 一家Costco的新仓库 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 一开始 他在会员中心工作 时薪是18.5美元 比当教师的时薪略低 当时每周工作5天 共40小时 工作时数累积到1000小时后 每小时加薪1美元 一年后 他就被调到了办公室 做起了内容开发和营销培训 负责编写内部教材 前往不同的仓库 培训新团队成员 他说 现在他的收入已经达到了 之前所在学区 拥有15年教龄的工资 也比他辞职那会儿 47,000美元的年薪 要高出50% 他说 当他跟别人讲起 转换职业的经历时 经常会有人问他 Costco真的是你梦想的工作吗 或者也有人问 你认为这条路有前途吗 言外之意 透露着一种疑问 你是否在自贬身份 他说 他承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把自己的身份和价值 确实都绑在了老师两个字上 但他现在却不这么想了 他说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 长大后 你想做什么 但他认为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思考 你想成为谁 他认为 他的首要任务是 要明确区分 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而Costco的工作 不再让他局限于自己的身份 上班时 可以全力的投入精力 而下班后 就可以放下一切 现在 他有了更多的时间 能够和家人在一起 做喜欢的事情 让他感到非常快乐和充实 好 这个呢 大家看啊 美国的老师 教师 确实不太好当 从最近一年的情况来看 中小学 公立学校的教师 确实是在不断的流失 因为 在美国当老师 压力比较大 弄不好 就得面对来自家长的质疑 因为家长是纳税人嘛 尤其是在现在 美国的价值观 变得越来越分裂 所以呢 在学校教育中 老师稍微有些话说不好 就会引起家长不满 因此 现在公立学校 辞职的教师 也在不断增多 从今年9月份 新学期开学以来 我已经看到了多篇报道 在全美多个地区 因为学校 找不到老师 同时呢 当然也有教育经费的制约 不少学区 已经采取了 一周只上四天学的 教学安排 不过 这么一来 学校 是释放了压力 但是呢 这个压力 同时就转移到了 家长身上 每周多出的 这么一天休息日 孩子在家里 家长要工作 怎么办 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近来 美国首都 华盛顿的 抢劫案 日益激增 昨天晚上 德州民主党籍 联邦众议员 在华盛顿的居所外 遭到抢劫 据他的幕僚长证实 昨晚 奎拉被三名武装人员 攻击打劫 当时 奎拉正在停车 突然有三名武装攻击者 朝他逼近 并劫走了他的汽车 索性他没有受伤 案发后 警方迅速采取行动 并找回了奎拉的车 据华盛顿警方通报 最近 华盛顿DC 劫车案急剧增加 今年迄今 已通报 750起劫车案件 该数量 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据报 在今年2月份 另外一名国会议员 明尼苏达州的联邦众议员 克莱格 也在华盛顿遭到袭击 当时 他正乘坐公寓的电梯 突然遭到袭击 随后 克莱格顺利逃脱 后来嫌犯遭到逮捕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华盛顿 也变成了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美国的首都 这个事情 不是我们心灾乐祸 我觉得 为了改善美国的治安问题 提高大众的安全保障 也只能劳驾这些议员们 多碰到一些这样的事情 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的刺痛 这些当权者 去认真的讨论立法 改善治安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讲 议员被抢 对于民众来说 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他也不是什么 对于民众议员乌